欢迎来到动漫茶馆 我是说书人柳玉 在我心中啊 最省的一部漫画作品 就是灌篮高手 哎 今天主题怎么突然变成了漫画 因为最初就是灌篮高手 让我学会了什么叫做梦想 如果你没有看过灌篮高手 说真的 现在就关掉影片 立刻 不要在这边听我讲废话 快去看漫画 但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 你大概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我多想要跟从来没看过的人交换 因为这样的话 就能再次享受到初次看灌篮高手的美好 还记得国小的时候 灌篮高手每周首播 我一定手刀冲回家 准时守在电视前面 如果你也曾经历那年代 当你听到以下这段音乐 如果刚才脑中浮现了亲子的脸 自己举手 留言加一 我们可能是同一个世代的 灌篮高手当年红篇大街小巷 为什么他如此成功呢 有人说少年漫画的公式就是 友情、努力、胜利三要素 也有人说其实根本不用三要素 只要一个好的女主角 就足够吸引观众周边卖不完了 这些要素 在灌篮高手中似乎都可以看到 主角樱幕花道 一开始就是迷上赤木琴子 而琴子的哥哥是篮球队队长 所以樱幕开始他的篮球之路 樱幕花道本来是个不良少年 每天无所事事打架闹事 因为篮球而改变 开始追逐称霸全国的梦想 虽然热血 但这不就是老梗吗? 听起来好像也蛮普通的啊 如果只有这样 那灌篮高手就不是什么神作了 其实友情努力胜利梦想都只是表面 一部好的作品啊 真正的核心内容往往是成长 灌篮高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单纯的开头 如果开头就跟你谈努力 谈梦想的重要性 那没有人想看这部漫画 樱幕忍受各种他讨厌的训练 忍受赤木队长这个大猩猩 一开始只是因为琴子 而琴子的目光却总是看着流川风 所以樱幕将流川视为死对头 这个人物关系简单明了 记得小时候 我还真的把樱幕跟琴子的关系 当作主线剧情来看 在一个早晨 两人相约在公园 练习小人物上篮 当樱幕第一次上篮成功 和琴子挤掌 故事进行了这么久 两人的亲密度 好感度终于上升了 这就是作者高明的地方 其实樱幕不只是为了琴子而开心 她同时感受到 学会上篮 学会一个新的技能 竟然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 樱幕拥有绝佳的体能条件 但这么多年来 她从来没有为一件事努力过 正因为认真打篮球 她感受到了成长的喜悦 我们都知道 在这部漫画中 爱情并不是重点 说起来 樱幕和琴子的亲密度 远远比不上她跟赤木的亲密度 她跟琴子只不过是极了掌 但她跟赤木 每天都有激烈的肉体碰撞 两人常常挥洒汗水 从白天大战到黑夜 诶,说震惊的 赤木是个勤奋的球员 她在京区的主宰力强大 但她也知道自己的极限 樱幕花道虽然是个 自称天才的白痴 不过当赤木 亲眼见识到 樱幕的运动能力之后 我不相信她心中 没有一点点的不甘心 樱幕拥有她所没有的 跑动力和跳跃力 那是她再多练习 都无法得到的天赋 但赤木从来没有抱怨过 上天不公平 她对樱幕又打又骂 却将禁区所有本领 傾囊享受 樱幕原本对赤木抱有敌意 但她也慢慢发现 这个大猩猩 好像有点强啊 原来控制的篮板球 真的能控制比赛啊 樱幕开始在场上做出贡献 享受中人的欢呼 这些都是她从前 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所谓成长有多种意义 樱幕学会运球、上篮、投篮等技巧 这是表面的成长 其实她从找不到努力的理由 变成为了自己和别人的梦想而努力 樱幕内心的成长 才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我自己看灌人高手是美看必哭 而眼泪喷最凶的地方 就是赤木和樱幕的感情戏 面对神奈川的王者海南 赤木叫才子帮她把受伤的脚硬是缠起来 就算是脚断了也没关系 就算是以后不能走路了也没关系 这是好不容易才抓住的机会啊 听到赤木的内心话之后 樱幕故意在一户室外面大喊一声 大刀海南 让赤木停歇 之后樱幕盖了清田火锅 抓下篮板球 又发自内心的喊出 我是篮下金刚的弟弟 这个红头笨蛋 比谁都还要力挺赤木的梦想 海南之战是灌人高手中的一大高潮 这也是赤木第一次承认她相信樱幕 她需要樱幕的力量 赤木平常总是不准樱幕花道乱出手 这次却叫她灌烂 因为赤木亲眼看着樱幕的进步 她比谁都清楚樱幕的实力 樱幕扣飞了神奈川的王者阿牧 竞算加法 一个菜鸟竟然挑战权限最强的球员 这樱幕实在是振奋人心 而这还只是第一波高潮 下一波高潮 则是樱幕对赤木的回报 樱幕罰球故意不尽 因为她相信赤木一定抢得到这球 漫画一开始两人明明是敌对关系 而在这个时间点 这两人竟然拥有不需要言语的默契 拥有如此强大的信赖关系 最终这场比赤还是输了 赤木确实抢到球 但因为樱幕花道的再见失误 输掉了比赤 赤木没有揍她 没有骂她 不擅长安慰人的队长只是拍拍樱幕的头 对她这么说 大赛还没结束呢 别哭 湘北对海南一战 将灌篮高手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我想说的是 海南篇、陵南篇已经如此精彩 但最后全国大赛的三王篇 竟然还可以向上攀升出一个新的高度 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井上大神啦 一部作品若要成功 人物和剧情必须有相对应的成长 而灌篮高手中每一个人物确实都有如此表现 浪子回头的三井兽 绝不传球的刘川峰 甚至像木木这样的配角都刻画得非常深刻 所谓成长不只是学会新的必杀技 拥有新的造型 如果你的世界观变大了 如果你的时间轴是两年后 主角却变得更加幼稚 或者内心毫无长进 那么很容易就会让读者失去兴趣 灌篮高手这部作品则是紧扣着成长 櫻木一开始喜欢的是秦子 后来发自内心说出 我很喜欢 这次是我的真心话 这一路的过程和酝酿 才撑得起这句台词 这个喜欢 说的是秦子 是篮球 是梦想 也是那个为梦想努力的自己 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经典对白 不过在这边就不一一引用了 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表现出漫画感动的万分之一 其实就连动画都很难完美重现 请各位自己去温习漫画吧 原作最终几回的描画、分镜 充满魄力的连续动作 几乎是如同电影般的场面 真的是太神了 这边不再多说 多说就不美了 灌篮高手造成的风潮 我自信仍印象深刻 以前大家打球都抢着当 11号 7号 4号 除了篮球 更让许多人得到了勇气和梦想 对我来说 开始写文章 写小说 并不是因为什么文学作品 最初让我觉得被打动 被感动 觉得说故事可以改变世界 大概就是因为灌篮高手吧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就是我 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玉 我们下次见 对 对 对